2011年9月,洛阳穷弩案震惊全国 6名应召女郎先后遭遇绑架 被一男子监禁在地下室中长达两年 在此期间,两名女孩惨遭杀害 剩下的4人备受折磨,沦为凶手的赚钱工具 故事还要从应召女郎小青说起 这天晚上,她接到一段生意,客人叫李牧 她表现得很有礼貌,甚至亲自开车来接小青 闲聊之中,李牧问起了小青的同事小孟半年前失踪一事 小青疑惑,李牧是如何知道的 她声称有个朋友是警察,因此略知以二 不久后,李牧带着小青来到住所,随即拿出绳子 你没用这个吗? 我也是第一次 小青深感不安,表示要先洗个澡 进入卫生间后,她先是打开水龙头 接着给老板明哥打去了电话 她怀疑李牧就是绑架小孟的凶手 由于天太黑,小青说不清具体位置 只知道这里位于山脚,周围有个农贸市场 小青试图逃走,可还是被激警的李牧发现了 另一边,明哥带人赶到农贸市场搜寻 然而一无所获 小青手脚被翻帮,嘴也被堵住 只能眼睁睁看着明哥打来的电话变成未接来电 更糟糕的是,禽兽李牧朝他走了过来 不知道过了多久,小青总算苏醒了 眼前有三个女孩正在啃骨头 显然她们也遭遇了李牧的监禁 小青艰难地发出求救声 三人却无动于衷 过了一会儿,一个女孩端来一碗水 她正是半年前失踪的小孟 无论小青如何询问 小孟始终一句话都不敢说 一想到自己的处境 小青的泪水夺旷而出 两眼充满绝望 这里低处偏僻 求救基本无望 当天傍晚,小青被嘈杂的音乐声吵醒 只见三个女孩正在和李牧一起在歌在舞 看来她们已经习惯了这里的生活 任何反抗都是徒劳的 唯有顺从才能活下去 李牧将小青抱到了自己房间 为她洗脸请她同桌吃饭 此时此刻 李牧又装成了一个绅士 她的语气十分平淡 三言两语便说出了小青的家庭情况 父亲是残障人士 女儿在上幼儿园 听到这些话 小青又惊又怕 她明明很饿很饿 却一粒饭都吃不下 为了父亲和女儿的安全 小青只能乖乖听话 她的工作依旧是接客赚钱 只不过老板换成了李牧 简单化妆后 李牧开车带走了小青 白路上 她拿出了一个监听器 让小青放在内衣里 以便自己随时监听动响 车子停在了一间宾馆外 李牧留在车里监听等待 小青则进去接客 服务完客人后 小青上交了全部嫖子 她请求回家看看父亲 李牧答应一同前往 虽然回到了家 但她不敢将父亲表露实情 小青快速放下食物 随后被李牧带走 这时 几个路人迎面走来 小青感觉自己有救了 就这样 小青的求救希望 转瞬间化为了泡影 李牧迅速将车开回山里 停下车子后 她大发雷霆 怒不可遏 直接从后备箱里 拿出了铁锤 然后拖出小青 把她按在了地上 小青声泪俱下 不停地嘶声嚎叫 为了保住下巴 她只能答应不再逃跑 从今往后对李牧言听计从 听到这句话 李牧方才罢手 她拿出手机 播放了小青女儿的视频 很显然 李牧这是在告诉小青 如果再敢逃跑 就会对她的女儿下毒手 面对李牧的威胁 小青无奈地选择了顺从 她也开始加入到 灯红酒力的小派对中 享受着难得的欢愉时刻 一转眼 时间过去了九个月 小青早已适应了 监禁生活 每天与另外四人 同吃同猪 饮食水平勉强过得去 起码还有骨头啃 这样的生活黯淡无光 白天被关在地下室里 晚上到宾馆接客 如此循环反复 看不到一丝喜望 小青并没有完全放弃逃跑 而是在等待凉机 幸运的是 好机会来了 这天晚上 小青接待了一位戴眼镜的客人 他提供的服务周到细致 眼镜男不但连连称赞 还给了他几百元小费 小青觉得眼镜男心地善良 于是萌生了求救的念头 由于身上有监听器 他不敢开口说话 只得在卡片上写下了自己的名字 被监禁的地址等信息 面对小青的这一举动 眼镜男感到很突兀 他表现得极不耐烦 非但不帮忙 还口出恶言赶他走 车里的李牧察觉到了异扬 当即下车前往宾馆 小青急得差点哭出来 竟然又在一张纸上 写下了明哥的电话 还求眼镜男帮忙给明哥打个电话 就在这个紧要关头 李牧敲向房门 眼镜男起身开门 小青赶紧将卡片混在其他卡片中 然后吃掉了纸条 李牧在房间里转了一圈 并没有什么发现 眼镜男骂骂咧咧地让他滚出去 李牧二话没说 抄袭矿泉水平就揍了他一顿 回到车上后 小青照例上交了嫖子 路过一家便利店时 李牧让小青独自下车买冰棍 这可是逃跑求救的大好时机 然而小青清楚地知道 这是李牧在试探自己 此时千万不能轻举妄动 如果得救了 反而会给父亲和女儿带去危险 凭借冷静的头脑 小青做出了正确选择 他什么也没做 只是不动声色地买来两根冰棍 李牧对此倍感欣慰 加深了对小青的信任 为了奖励他 当天晚上李牧让小青睡在了地面的房间 这里干净正洁 还有暖色灯光 比黑暗的地下室好多了 次日清晨 小青返回地下室 不料却引来了阿玲的嫉妒 只因阿玲早已爱上了李牧 你昨晚是不是睡上面了 啊你凭什么 凭什么 凭什么 你为什么要跟我赢呢 就在阿玲为难小青的时候 李牧出现在了门外 紧接着他拿了一个麻袋 力声命令阿玲钻进去 阿玲吓哭了 呆站着一动不动 李牧索性自己动手 强行将他装进了麻袋 动作极其粗鲁 转眼间 麻袋里的阿玲被吊了起来 李牧换上黑色围摇 开始施虐 木棒不断抽打在阿玲身上 叫喊声重斥着整座屋子 光是听着声音 另外三个女孩都吓得不轻 打完之后 鲜血流淌了一地 阿玲为这份病态的爱情 静男求救失败后 小青沉寂了许久 不过机会很快又来了 眼镜男酷爱炫耀 在按摩房消遣时 他将遇到小青求救一事讲了出来 还拿出了那张求救卡片 临床的客人捡起卡片一看 顿时来了精神 原来他正是明哥的小弟 卡片上写着小青被监禁的地址 明哥很快就带着小弟们 开车找了过去 巧合的是 他们碰上了出门买东西的李牧 并向他问路 李牧动感大事不妙 立马绕回住所 考虑到明哥一行人来势汹汹 一向镇定的李牧也慌了神 他坐立难安 苦思应对至策 最后无计可施的他 只能颤抖地拿起一把斧头 准备输死一搏 就这样静静等了几分钟 李牧已是满脸大汗 就在他想松口气时 门外传来了声响 只是几秒的功夫 明哥及其小弟六人 就撬开房门进了屋 他们人人手持木棒 目露凶光 一场恶战叙事待发 随着明哥一声令下 双方展开激战 打斗声此起彼伏 一直持续将近半个小时 乱战之后 屋内一片狼藉 明哥等人挡在了血泊中 李牧的伤势相对较轻 起身后开始挨个捕刀 他最痛恨有人骂自己 毫无疑问 明哥六人最后全部惨遭毒手 两个月后的一天晚上 李牧开车送小青接客 地点是一家大酒店 这里地处闹市 不止一个出口 小青走进去后 第一时间想到了逃跑 他先是扔掉监听器 然后从后门跑出了酒店 接着穿过马路 藏进一家抬球室 不过李牧很快就追了过来 在抬球室女老板的帮助下 小青顺利躲过一劫 李牧走后 小青立马接来女老板的手机 拨打了报警电话 他以为这下安全了 便回到家中 然而眼前的一幕 令他悲痛欲绝 只见父亲已经残死 李牧将小青抓回了住所 随后残忍地将其杀害并肢解 就在他处理尸体时 警方赶到了现场 影片最后 小猫和另一位女孩成功获救 李牧因犯下多起重罪 被判死刑